成长的路上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 需要知行合一 不光要行万里路 还要读万卷书 接着我省四部作品入选 2021年度中国好书 其中北地乌兰木齐的孩子 锦绣三部长篇小说 是由我省作家创作的 老藤的长篇小说北地 展现了北大荒如何变成北大仓 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鲍尔吉远野的长篇小说 乌兰木齐的孩子 讲述了草原深处的 红色文艺青旗兵乌兰木齐的传奇故事 李铁的长篇小说锦绣 书写了中国当代工业 不断奋进的辉煌成就 我觉得一部好书 要能够动之以情 能引人善良 给人以起立 我也要更加努力地去 创作更有温度 更能以情动人 以读者同频共振的文学作品 近年来 沈作协把长篇小说创作作为 补短版潘高峰的重点来抓 专门设立了金卢伟重点作品 扶持推介工程 每年推出两部长篇作品 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 十部优秀作品 省作协想继续实施长篇小说金卢伟 创作工程 创作出更多的 辽子豪的精品的一作 以文学的方式来助力 文化墙长建设 本台报道 中国好书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九届了 是中国出版业的好书风向标 今年是我省作家入选最多的一次 长篇小说更是首获殊荣 为入围的这三位作家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